另外帶你來關注的是2023的金馬創投會議 在今天舉辦閉幕季頒獎典禮 三位評審今年將百萬首獎頒給曾經獲金中獎 剪輯獎肯定的導演李懿珊的作品 《恨女的逆襲》 故事主要是描述18歲的鍾措生 他從掙扎的旅程當中 透過全集找到自我 也令人期待作品的最終會如何呈現 百萬首獎得獎的是《恨女的逆襲》 2023年金馬創投三位評審選出的 百萬首獎終於出爐 由導演李懿珊的作品《恨女的逆襲》 一舉奪下 故事主要描述18歲的鍾措生嘉玲 在家裡幫媽媽賣便當 讓弟弟能繼續上學 但嘉玲不能理解父母維持婚姻的假象 讓她一股氣投入全集練習 從掙扎的精神旅程中 找到定義自我的方式 希望可以拍出一個非常在地 非常台的一個作品 如果不是一個這樣子的平台 我們其實比較少機會去跟外界描繪這個故事 今年金馬創投同樣是以海內外的影視企劃 還有投資方一同參與 為期三天多達1700多場的會議 總獎金超過800萬元 最後一共有十幾件作品 獲得投資方的青睞 三位評審對於今年的企劃案更是贊喻有加 即使是台灣的電影 也是試著做一些跨國合作 更靠近觀眾的這樣的一個方向走 跟別的國家合作很明顯是這個數量是有增加的 是今年滿明顯的 金馬創投帶給新瑞導演許多機會 讓影劇圈有更多豐富又精彩的作品 有機會登上大螢幕讓更多人看見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